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deWords的小江老師 今天呢 我們要帶大家去我們 MAD博物館 1.0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這邊呢 畢竟 剛搬過來的時候 我們是兩萬訂閱 然後不知不覺現在已經 七八萬訂閱了 可是你們看到我們的整個 背景牆啊 該滿的 全部都滿 完完全全 已經塞不下任何東西 然後這邊呢 還要 阿滋也要來 我們布萊達也要來 德榮他也要做模型 然後我還有朋友 物理治療師也要來噴漆 所以啊 這裡整個是一個 爆炸的狀態 那這一集我們又要 介紹一些 欸 高科技的設備 阿目前這個環境實在是 太擁擠了 所以呢 這一集我們就超前曝光 博物館1.0 給大家看 Let's go 張包寶 你看 這就是我們 博物館1.0 那這邊呢 就收藏了我們很多 我們這個節目的作品 布萊達師傅的 這些精品 還有每一次呢 拍攝節目來不及 就跟蛇先生見東西來拍 還有你看我們合作的這個 德姆 那再到這邊 哇你看 這一櫃啊 就都是 我們這個 噴神阿滋的作品 還有一些SMP的 反正 這整個 博物館1.0呢 還會收錄一些 非常恐怖的作品 例如你看 斷掉了我的刷牡塔 又要再修復一次 他的腿怎麼樣 這個扳的時候掉了 好 我們先 回來座位 有機會呢我們再 帶大家慢慢看這些 博物館精美的收藏 但是今天的重點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博物館裡面很多啊 很精美的單體 可是呢 我們今天來聊一下 就是創作 就是說 我們透過模型 然後跟一些 場景跟一些布局 然後把一個理念表達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用模型 來做一個創作給大家看 我以前想都不敢想說 我要來做場景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怎麼把那些東西做出來 那喬老師他厲害的地方就是 做場景 他的作品都是有故事 我的作品就比較偏向 單體的技術表現 但是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敢做場景 因為我們收到了一個 神物 輕一點 新的 這就是REBORPOINT MINI 欸 我怎麼唸那麼順 REBORPOINT MINI 3D SCANNER 對 英文 今天突然會英文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內容物有哪些東西 哇 這好多小東西喔 這傳輸線 然後一樣有一個手持握把 這個就是掃描你的本體 非常的精緻耶 好像什麼精品 這會不會太豐盛了 看起來是一個掃描盤 哇 這個叫做 GUIDE GUIDE 對不對 還有一罐這個顯影劑 那有了這麼高級的設備呢 我們來實際使用看看 我們能做出什麼樣的翻例給大家看 好 那我最近買了這個 Mobility Joined鋼彈 反正它就是有這個 每一支都可以用的骨架 然後套上不同的外殼 就會變成另外一支 那最近大家在華臉 影片書啊 或者是說在逛推特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連串的梗圖 這個鋼彈 它會躺在這個鋼彈的拖板車 然後結果打開裡面 會發生各式各樣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我們就來把它 用這個設備 把這個場景做出來 首先呢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把這個顯影劑啊 噴在這個你要投影的這個鋼彈板車上面 噴完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進行 開始掃描的這個動作 這樣就開始掃了 這是我第一次用 不知道效果怎麼樣 有現在看到那個輪胎 還有它旁邊的那些結構 它車頭也有掃得出來 整個整個形態還不錯喔 那初步掃描完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板車的第一個 它的輪廓 那這個輪廓呢 你是可以拿來進入你的後製軟體 無論是Poree啊 或者是Dbrush 我們把它做一個邊緣的一些修正啊 把平面拉直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基本上你在軟體裡面呢 你有一個底 你有一個base 可以去參考 這有什麼好處 這個好處可大 所有會畫圖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東西掃進來 你必須去取得所有的定位 所有的尺寸的相對應的關係 這個完全的3D逆向 我們現在十幾分鐘做完 如果你要自己慢慢量 這個東西量個兩三天 都不一定量的完 可是你取得這個初步的輪廓 你只要在軟體裡面 把輪廓修直拉正 你馬上就可以得到這個整個板車的外型 就是相當的便利 非常的迅速 那畢竟這個東西呢 是for 1比144的 你看啊 這躺上去是很帥的 可是呢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是這種 比較Q版的比例 我們一樣可以透過 你本來少好在 這個電腦軟體裡面這個檔案 做一下比例的調整跟縮方 因為你已經有 基礎的一些外型 不用整個重做 你只要在裡面做調整 那調整完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印出來 你看 So easy啊 只要有檔案 印表機就可以印出來 好 我們把它剪下來 哇塞 這根本就是 美氣 你看 沒有多久你看 這樣子 1比144的 馬上就變成 這個Q版的 可是你不是說要還原嗎 對啊 還原就少了一個誰 阿姆羅 阿姆羅 畢竟是漫畫畫的 它如果是真人版 大概會長什麼樣子呢 這是你吧 阿姆江 有沒有你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場景 你看 哇 有 有 有這個車 有布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掀開 欸 Surprise 你看它這個尷尬的表情 欸這個表情很合適欸 很納悶有沒有 欸你看 這樣子我們就輕輕鬆鬆完成了這個 梗圖 把它立體化 那我們同時呢 也用這台Mini呢 測試了掃描這個 售屋的女神裝置 那掃描完這個比例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是一個會繪圖的 想要出自己專用的改套給女神裝置用 那這個比例對你來說非常的重要 你完全可以在軟體裡面 做一個Fit 然後再把它列印出來 那還有啊 我們在玩這種民用小車的時候 像我認識很多朋友 唉唷 小小這樣倒掉 我認識很多朋友呢 他們就會把 這種市售的小車啊 然後經過自己的一個爆桿 然後改成自己的爆桂啊 然後有自己的葉子板 有自己很專屬的 特定的這個很帥氣的紋衣跟Lanking 那剛剛我們也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 把這個保時捷拿去稍微掃描了一下 欸 這個時候 你在軟體裡面 你又得到了這個 它的外殼 無論你要在裡面做什麼修改 我們手作作不易人家 我們是電繪容型的吧 有沒有 從今以後 你也可以踏入改造名人堂 開玩笑的啊 如果說你是手作的專家 那有一個這樣子的輔助設備 再結合電繪 再結合3D列印 那你的改造的這個作品的潛力 就會被激發的更多 如果你本身是電繪專家 那因為你列印出來了 勢必有些東西你要去修模 要去手作 那無論你是哪一行 最後呢 你只會比現在更強 我們回到我們的老本行 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出一些 Racing Kit 就是我們喜歡出改件 因為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作品 跟別人一模一樣 要有自己的特色 我們可以把 你需要改這個鋼彈的腿 或者是幾乎的腿 我們可以把這條腿掃描出來 掃描出來以後 有正確的比例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東西上面 直接刻畫你要的細節 你可以先在電腦裡面模擬 這樣的刻線帥不帥啊 那不帥 我們把它抹掉 畢竟手改的時間 一定還是會比電繪久 在電繪改好 非常滿意 我們還可以直接列印出來 FIT看看 其實說真的 很多出這個Racing Kit的品牌 他們已經大量的使用了這樣的技術 不再只是純熟感 大部分 以現在的這個時代的進步 非常非常多的模型製作者 他們都會結合一些輔助設備 不管是3D描機啊 3D掃描儀 那這一台這個Mini 它剛剛好 就是它適合去掃這種 比較小的東西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規格表的比較 Specifications 你一定要有這麼professional HuadaName 3D Scanner Duo Camera Blue Light 阿不然有沒有中文的啦 你有嗎沒有話 他不早說耶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個規格表 認真比較 他們比較大的那一台 就是前面那一台 叫做Pub2嘛 那個Pub2呢 它的技術原理是 雙目紅外結構光 那Mini呢 是雙目南光 那比較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它這裡有提到一個 單針的重複精度 單針的重複精度 Pub2是0.05 那Mini是0.02mm 然後單針的精度呢 就是每一針的精度 Pub2是0.1 那Mini是0.05 所以在Mini 在使用上啊 它可以去掃描更小的一些東西 因為它的精度更高一點 那最大的差別呢 其實就是光源的差別 因為Pub2它是一般的紅外光 Mini呢它是一個藍光 這個藍光呢它可能就不適合掃這個人的臉 你會覺得那個光源非常的刺激 可是用Pub2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呢這兩台呢 最大的就是說 使用的目的性跟使用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這個人臉呢 就是用Pub2去掃的 其實掃的還是 沒有啦 其實掃的還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 這次我稍微墜落多了一點 雖然我們設計師已經幫我精修過了 可是我還是露露的 至於這個Mini呢 就是你看這些小東西啊 就是小車啊 鋼彈的小模型 我個人是認為 Mini更適合我們這個模型的玩家 而且它的使用範圍是在室內 如果我們平常沒有這個室外的需求 其實Mini你就可以買回來玩看看 那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一開始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噴了鞋影機 那你會想說 噢那東西噴了鞋影機之後 它就會壞掉 其實它這個鞋影機你看 它過了大約約一個小時 它就會慢慢的退掉 會回到這個東西原來的樣子 那我們這個白色的車呢 這個就沒有噴鞋影機 也是少得出來 這款Mini呢 它對暗色物體也做了一點優化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看各位使用者的需求 如果說你想要掃臉 想要掃一些比較大的物件 然後想要去戶外也可以使用 那你就要買Top2 如果說你全部做的東西 都是這些小東西 那你就可以買Mini 那如果你的需求是 全部都有 那你就 pop2加Mini都買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種 這麼專業的設備 一台要多少錢 以我的感覺 我覺得 就是可以幫我做這樣的事情的人 我請一個人去做3D逆向 至少要做10天20天 都不一定做得出來 那10天20天它多少錢 三四萬都跑不掉 那 我剛才看到廠商這個價格 還蠻爽的 標準版12580 它就是只有單機器 那豪華的套餐呢 就是13980 有這個機器加這個雙軸的轉台 然後如果你已經買過 pop2的贊助者 你如果又買了Mini 你要在Mini的訂單裡面 填上你的這個pop2的贊助編號 可以再獲得價值2480的 官方手持穩定器一組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不得了啦 6月23 今天是幾月幾號 6月18 6月18 6月23 也就是說在這個活動 這個特會 是在這四五天以後 就會結束 那最後我跟各位說 如果你有心走向這個職業模型師 或者說你對這個模型相當的有熱忱 那 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身材設備 或者說你的生產設備 因為它真的可以協助你做到很多 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點閱跟訂閱 下次見啦 掰掰 哇 有人去美術社買了一堆東西 我以前想都沒有想過 就是我們可以做場景 這一次啊 自從有這個Mini以後啊 我自己想要的這些配件 可以做出來以後 我就會只要準備一個簡單的底座 然後把地面的這個質感做出來 你就可以做出很好的場景 那以前我就只敢做這種地面的質感 那總覺得少了什麼 所以這一次有這個Mini啊 真的是讓我以後可以大膽的挑戰這個 場景的製作的部分 那也請各位期待 未來我們的頻道出現場景作品吧 掰掰 掰掰 我們到最後一會兒 我們到最後一會兒